好 在前两段作者说了 这个投资不是一个容易的事 它没有一个唯一证据的方式 但是肯定有很多错误的方式 那这读者就晕了 那应该我怎么去开始投资呢 下面第三段 唯一被盗来 所以这个事很复杂 So what should you do? We assume that you have sorted out the basics like mortgages, pensions, insurance, and access to sufficient cash reserves 做着说 那么你应该怎么去做呢 下面做着讲述了 这是一个设问 它说We assume 我们下面将假定 那么that到句末 这明显是宾语从句 假定什么呢 做assume的宾语 你已经搞清楚了这些基本知识了 这个sortile 叫弄清楚搞明白 当然它有其他的意思 咱们一会儿说 那这里是弄清楚 the basics 就是咱们第五课里面曾经讲过的 fundamentals 基本知识 基本原则 基本原理 那么什么基本知识呢 这个破诊号后面引出同位语 like后面一大段话 横线的都是做basic的同位语 比如说这个抵押贷款呢 什么退休金呢 这个这个上保险呢 等等等等 还有有机会可以使用充分的现金储备 这个当然access可以不要使用或接近某个东西的权利或机会 咱们一会儿会说 这里面有一些表达咱们看一看 第一个就看看这个重点的短语sort out sort out的意思特别多 在本文中是表示 to find an answer to a problem or mystery 那么为一个问题或谜找到一个答案 其实就是弄清楚搞明白 搞明白弄清楚 看一个例子 investigators are still trying to sort out why the accident happened 那么调查人员现在应该在试图弄清楚这个事件是为什么会发生 弄清楚 搞明白 在本文中就是这个嘛 搞清楚 弄明白我们这个有关金融方面的基本知识 但所有的意思可不止于此 它有更多的含义 阅读中不知道是哪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咱们三次就讲过 第二个意思表示 to arrange or organize something that is mixed up or untidy so that it is ready to be used 我来安排或者来组织这个东西 什么呢 就是已经混在一块的东西 或者乱七八糟不整齐的东西 把它安排组织好 那么以便于呢 它准备好可以被使用了 拿回来就可以用了 就把某东西整理好 一共使用 乱七八糟的混在一块东西 把它分类整理好 一共使用 比如说 We need to sort out our camping gear before we go away 在我们出发离开之前 我们需要将我们的露营设备 把它整理好 规则好了整理好 我们拿着到那就可以用了 现在乱七八糟都堆在一块 这么一个 gear表示设备 一般是不可数名词 好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意思呢 是三侧的58 和咱们见过 表示从什么什么里面 把它挑出来 to separate one type of thing from another 把一种类型的东西 从另外一个东西 把它分离开来 把它挑出来 别跟它混在一块 也叫sort out 把它挑出来 比如说 I have sorted out the papers that can be thrown away 我已经把可以扔掉的纸 这些这个报纸 已经都挑出来了 这papers可以代表是newspaper报纸 我把这些要扔掉的报纸 已经挑出来了 那些没看过的留下 表示这个含义在三侧58个 我们回顾三侧58个的课文部分 它说 at least sorting out the things she should have discarded years ago was now being made easier for her 至少呢 挑出那些 它在几年前 就该扔掉的这个东西 现在来说 对它来说 更加容易一些了 sort了 挑出来 回顾三个意思 第一个 弄清楚 搞明白 第二个 表示这个 把它分类整理好 已被使用 第三个 把一种东西 从另外一个东西里 把它挑出来 百分钟是第一个意思 那什么叫the basics呢 basics 表示基础知识 基本的东西 我们看看是什么意思 basics 习惯用复述 它表示 the most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facts about something 关于某东西的 最重要的 并且必须的一些事实 from which other possibilities and ideas may develop 而从这些基本的事实里面 其他的可能性 或其他的思想 能够从它发展出来 就是它的基础 基础的知识 基本原理 基本原则 咱们第五课讲过 就use那课 相当于fundamentals rudiments 或者first principles 这几个都是用复述 我们分别读一下 basics fundamentals rudiments first principles 这个都行 我们看一些例子 先看basics的一些例子 the basics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计算机编程的基本原理 基本知识 计算机编程的 基本原理 基本知识 this range of books for young children covers basics like the alphabet and numbers 那么这一系列书籍 为小孩子准备的系列书籍呢 涵盖了这些基本知识 cover是涵盖 什么基本知识呢 像字母表啊 还有数字 这些基本知识 那就是basics 那再看这个rudiments也行 比如说master rudiments of economics master精通掌握 掌握了这个经济学的基础知识 基本原理 是这么来说 那我们看first principles也行 我们看这样一个例子 discussing all these details will get us nowhere we must get back to first principles 讨论所有这些细节 那对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帮助 没有什么用 不会帮我们带到任何地方 就完全没有 我们必须返回来看一些最基本的知识 最基本的原则 否则的话讨论细节没有 first principles 我们在复习第五课里的讲过的 这个就是29页第二行到第三行 29页的科文第二到第三行 let us get down to fundamentals and agree that the young are about human beings people just like the elders 让我们首先来严肃认真地看一些基本的知识 基本原则 并且我们承认这个agree老师在当时讲过 不是同意是承认 承认年轻人毕竟他也是人 跟他们的长辈是没有区别的 这点跟长辈是一样的 这些原理基本原则 fundamentals 那我们假定你已经搞清楚了这些基本的东西 像什么抵押贷款呢 退休金呢 保险呢 还有access access本文中表示使用 或者接近某个东西 某人的这个机会或权利 叫access 后面一般跟to搭配 本文中也是跟cheese2 如果有什么什么的机会 前面一般用have搭配 本文中没有动词 前面的have就没了 比如说students must have access to a good library 学生们必须要有使用一个好的图书馆的 这样的权利或者机会 在学校里没图书馆 学生没法去学习了吗 还有only high officials have access to the president 仅仅高官有接近总统的这个机会 这是access 那么access第二个意思呢 也很常见 就是这个具体做某事的方法 或者是接近某个东西到这个地方去的 或者通道或者通路 也是用access 搭配不变 我们还是加cheese2 例如说 the only access to the farmhouse is cross the field 唯一可以抵达这个农场房间的 这个农场房子的这个途径 或者方法就是穿过这片田地 这是access 本文中是第一个意思 接近或使用某人某物的这个途径 或者权利或机会 好 本文中还有什么呢 能够使用充足的现金储备 这个reserve 在这当名词来用 表示储备 我们看它是cannable 可数名词 而且一般的多用于plural 就是用复数 用复数很常见一些 就是a supply of something a cap to be used if it is needed 就是某个东西的一个供应 它是被保留起来 以备使用 如果被需要的话 就可以使用 储备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的东西 就是储备 就是reserve 这个词习惯用复数 看几个例子呗 10 million in cash reserves 那么大概1000万美元的 这个现金储备 未来要用钱的话 拿过来就会用 10个百万 就是1000万美金现金储备 再比如说 这个dwindling OU reserves 渐渐缩减的原油的储备 这个dwindling表示 慢慢在减少 它来自这个动词 dwindle 再比如说 have great reserves of capital 有大量的资金储备 资本储备 have great reserves of energy 有大量的能源储备 等等等等 这是储备 reserve 这个我们先假定这样 你有了这个基本知识 然后应该干嘛呢 第三句话说 you should then establish your own individual aims then是副词 表示有这个知识之后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就应该建立establish 就建立了 建立你自己的个人的目标 这个data背下来就好了 establish one's own aims 建立某人的个人目标 你不要说 one should establish his own aims in early years if he means to make achievements in his life 我说 一个人应该建立他自己的这个目标 in early 早年童年的时候 如果他打算在一生中取得成就 童年是应该确立自己目标 mean to do打算做博士 好 后面去一步说 那怎么去确立呢 作者说这个很复杂 他说呢 this are partly a matter of personal circumstances partly a matter of psychology 他说这个事啊 这个部分来说呢 是一个个人情况的这个问题 那部分来说呢 又是个心理学问题 这个 这很复杂 这partly 就表示部分的 相当于in part 或to some degree 这咱们讲过 a matter of更熟悉了 a matter of 或者a question of 可以表示什么什么的事 什么什么的问题 这一会会复习 我们先看这个partly partly咱们早就讲过 他等于in part 或者to some degree 就是部分的某种程度上 看例子 我们在第31课就见过 看183页第5行到第6行 183页第5行到第6行 31课里面 later for its personal safety and practical needs it has to develop partly by means of touch the ability to judge roughly three-dimensional distances 那么然后再后来 for为了他自身的安全 和实际需要的这个目的 这个it表示小婴儿了 所以用it 他必须发展出来 这个能够大致上判断 三维距离的这个能力 然后括号里是插入于 某种程度上 所部分的通过触摸的方式 通过触摸的方式 来这个判断 三维距离这个能力 partly 某种程度上 或者部分底 再看例子 看这个in part 在三册35颗 见过他的同一次in part 某种程度上 三册35颗 正义得到伸张 这句话 这个课书 When we use a phrase like it served him right we are in part admitting that a certain set of circumstances has enabled justice to act of his own accord 这是怎么NCE 就是怎么信任那语 第三册35颗 出现过这么一个句子 他说当我们使用这么一个短语 像他自有应得的时候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 或部分的就是在承认 某一组特定的条件状况 使得正义按照自己的意志 发挥的作用 自动的发挥的作用 自动的叫of one's own accord 这是三册讲的 这是in part 那么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第34个见过to some degree 这可以替换意思是一样的 201页第八行到第九行 201页的第八到第九行 他说 disillusionment with the parents However good and adequate they may be both as parents and as individuals it to some degree inevitable 那么对于父母亲的大失所望 这种幻灭感 无论父母亲有多么好 有多么称职 无论是作为父母亲 作为一个个人来说 那么这种幻灭感 某种程度来说 是不可避免的 这里可以用partly或impart 在某种程度来说 部分来说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咱们一个替换 还有那个什么什么的事 什么什么问题 这见得更多了吧 我们最后再复习吧 a matter of 或者the matter of 特质加的就好了 或者matter换成question 什么什么的事 什么什么的问题 这个好理解 为什么呢 这matter在中文中不就是事吗 question不就是问题吗 中国人也说 这只不过是时间的事 是时间的问题 用词是一样的 这个好办 我们看一看 在第十九课 就是110页的第三行末尾到第四行 110页第三行末尾到第四行 十九课 it looks very much as if sleeping it's not simply a matter of giving the body a rest 看起来呀 非常可能啊 这个这个 这个好像是这个睡眠呢 并不仅仅是一个让身体休息的这么一个事 或者这么让身体休息的这么一个问题 a matter of 这是十九课 这个咱们曾经见过 再看这个33课也出现 matter of 就是195页的第21行 就论教育这颗书 195页课文第21行 education in the wilderness is not a matter of monetary means 在荒野中的教育 就原始时候的教育 根本不是钱的问题 跟钱根本是没关系的 根本不是钱的事 钱的问题 你看表达跟中文一样 表示question of 用的更多了 咱们先看三册的46颗 三册46颗自己动手去做 is there is a question of pride as much as anything else 这是有关面子的一个大问题 as much as anything else 就是这个加强语气很大的 有关面子的一个大问题 咱们三册讲过 还有呢 我们看这个 这是我们四册的第六课里边 35页的第八行末尾到底九行 35页第八行末尾到底九行 but as soon as the question of prestige rises 但一旦当这个声誉问题出现之后 生育的问题 有关生育的事 不是生孩子那个生育 就名声了 这个问题出现之后 还有我们看在110页的第八行 就是第十九颗里面 110页第八行 if it is not a question of resting the body then perhaps it is the brain that needs resting 那如果不是一个让大脑 让身体休息的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是不是有可能是 这个大脑需要休息呢 a question of叫什么什么的问题 做的是这个投资很麻烦 他一个要看个人的情况 二来要看你的心理承受能力 是这么一个 那么怎么一个个人情况呢 不同的人应该如何投资呢 下面从第四段开始做着微微到来 好第三段我们跟老师先看到这 谢谢大家